請用捷 拿起幸福彩帶 被市府宣告今年一系列 彩虹觀光活動正式開跑 包括國民球星恰恰彭正銘 也拍影片祝福力挺 去年劃設了西門町的彩虹地景之後 今年在市府前 劃設了第二道彩虹地景 那市府也是才同志大遊行的起點 因此在這邊畫有別具象徵的意義在 目的是表達台北市政府 對西門町平權這樣的議題和支持 打扮美艷華麗的變裝 彩虹後跟人氣網紅 邀民眾一塊兒參與10月限定的 彩虹觀巴Tour完帆台北 這是北市府因以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觀光產業 並結合10月同志大遊行 特別跟同志友善店家 旅宿餐飲跟觀光巴士等等業者合作 以實際行動擁抱多元性別 它是一個開放的空間 它也是一個不限你是幾歲啊 不限年齡不限性別 大家都可以來 藉由這樣子的方式 其實可以讓更多 可能同溫層外的朋友們認識台北 國外的旅客他們很喜歡參加 不同的One Tour 不同的一日的那種旅程 行程 我們除了古蹟 或者是說 除了就是美術品 藝文等等之類的 我們究竟還有什麼 可以讓大家知道的 我覺得像這個瓶泉這個彩虹這件事情是很棒 彩虹期或台北畫刊 會有這樣子的別策 那我們還有做很多這個紀念品 會在同志大遊行當天來做一個發送給大家 那文宣部分也有很多 像是跟夜市動物園的合作 也有公仔跟這個紋身貼紙等等 那我們跟合作的店家也有相關的這個優惠來活動來進行 另外市府也提醒民眾 絕對不能錯過活動倒數三天晚上的重頭戲 彩虹燈光投影秀 除了融合在地文化跟彩虹元素 也搭配主題音樂 又讓十月的台北夜晚 越來越美麗 記者顧彩虹 台北採訪貿道